我認為愛情是一種責任 愛情是一種態度 愛情是對愛人的一種承諾 也是一種包容 真正的愛情應該是一種關心 包括身心的一切 我是朱惠元 我來自台灣的台北 哈囉 我是陳和凱 我來自廈門 我是17年的時候來到廈門創業 那因為養了一隻小狗 常常會有出去遛狗的機會 於是就認識了牠 因為牠同樣也有養狗 所以我們應該說是遛狗的狗友 那因為狗狗互相認識 我們的愛情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經歷 就是我們從交往到決定結婚 這樣的短暫 就是應該是說 我們是先決定要結婚 然後才交往 為什麼我會這樣決定的原因 也是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花很多時間在戀愛 可是卻沒有辦法有一個結果 是因為太晚布陸了 這樣往這個方向去前進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不如我們就直接往重點去衝 既然有決心要在一起 那不如就直接去決定結婚 那中間遇到什麼困難 就兩個一起解決 我覺得何凱身上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他是一個對我非常非常包容的人 很勇敢 他讓我感覺到很有安全感 很有肩膀 所以在當下我就覺得就是他了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何凱他能讓我做我自己 演員是一個讓我非常踏實的一個人 然後遇到他第一眼就覺得 這個女生是我的老婆 我應該把他娶回家 性格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在狐狸生活這幾年呢 感覺就很像在自己的家一樣 然後因為第一個氣候啦 飲食啦 其實跟我的家鄉台北非常接近 包括語言 那沒想到我也之後在這邊成家了 所以他也變成了我另外一個家 那我們兩個因為是養狗認識的 所以我們會很喜歡在休假的時候 一起帶著狗到附近的公園去玩 然後也會到附近的景點逛一逛 例如說像玉石博物館啊 也是一個很棒的景點 可以學習很多玉石的知識之外呢 或者是像五元灣的海滇 海灘那邊也可以遛狗 已經好了 因為我目前也等於是在 湖裡安家了 那未來的計畫的話 當然是希望說可以在這邊 然後跟先生一起好好努力自己的事業 那我自己呢因為已經在湖裡扎根 然後更可以了解這片土地 所以呢 對於在事業發展的部分 也可以介紹給更多台灣的青年朋友 然後過來這邊 然後做發展 艾越海峽情仙兩岸 我們一起湖裡見 我們有最後一集見 我們見識到重點 未來的避免 我們到台北的套路 到台北的套路 你的背景 我們在這段位置